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Kat有超人的意志 只不過 是 真的是 阿May有驕人的心斷 但是 對以前是不能喊的 但是 很辛苦不打、不練、不黏 一個短身小粒,一個溫室小花 拍在一起,已是香港第一 在平均1.7米的沙牌世界 高度決定命運 我又不會很大腳踩 未你永遠都是配過 我好像曾經有說過 阿妹要哄多一點 我是她唯一一個學生 她會寫信哄我 哦! 懂不懂 我每次看我都看我 我這些配角 她又不想她走 她說唯有用這種模式去對她 就是這樣 17歲就入選香港青年軍 全場最高的阿妹 最初只是當課外活動 直至遇到教練口中這個配角 很瘋狂的 教練說要做10次推動 她會堅持自己做20次 她做的事一定會被人當 因為矮 甚至有教練說明不教 阿Cat心上要不斷推動自己 才有奇蹟發生 好聽一點就說你執著 難聽一點就說你硬頸 當你執著每一球的效果 你就會不停地做 不停地做 就是為了做到最完美的一刻 2011年開始拍檔 只是大兩年的阿Cat 又握又哄 希望推阿妹到極限 覺得她有這樣的身高 有這樣的彈跳能力 可怜也覺得是 香港有一個這樣的運動員 可以在三排球道 應該會很厲害 發光發亮 直到遇到她 就開始慢慢嘗試愛這項運動 沙排比賽沒有後備 每打7分就要轉場一次 高妹試過打打下咬柴 阿Cat就背著唯一的隊友過對面 如果不是她 我都不會走這條路 因為你信得她 四年來 兩個做part time 死坑死底 訓練出國比賽 一條心圓亞運夢 這對馬寶 2014年 真是闖入亞運 沒有想過 我們要亞運什麼成績 而是想 這四年來學到的東西 就發揮在那個舞台上 永遠的配角 阿Cat一直記住這一句 陪著她們成長的吳教練 原來內心對這個組合都滿意 配角她做到的東西 可能比主角多 我們都是想著身果相傳 她已經超越了我 這兩個傻妹還決定 除積打沙排 究竟她們的沙排夢 飛不飛得起 請留意下一集 動新聞